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刚好拍片有留下一些 就是这个声音的器材 想说刚好可以就是试试看 用声音这个媒体来散播一些 就是可能我们觉得 值得散播的一些idea 或是讨论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像我们都会有 习惯去听一些别人的podcast 比如说就是洗澡的时候啊 或是坐车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你怎么听podcast 洗澡因为手机防水啊 就直接把手机拿进去 对因为这个 这件事情之前可能没办法做 所以你就直接挑到就是 洗澡听podcast这件事情 因为像我是 我是觉得说例如说手边有事情 或者一般人都是通勤啊 对但是就是我们 比较少在通勤 所以我们就是 或是坐家室 可是因为坐家室有时候会很吵 比如你洗碗的时候会有声音 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说洗澡也会有声音 可是就是洗澡的时候 好像听podcast还蛮顺的 就是我之前 我其实iPhone 6用了很久 然后我一直没有升级7 8 然后9 然后我直接一次就跳到iPhone X iPhone X 然后那时候我最 因为它就开始可以防水嘛 然后我就把它带到那个浴室里面 然后我先说各位听众 不要说因为他们已经说iPhone X防水 所以你就尝试看看 自己那个后果自负 但是我这一支用了大概一年多 到现在我拿进去听podcast 其实都目前蒸汽是没有问题啦 但是我并不负责各位手机 所以你自己试试看 而且洗澡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大家的经验什么 我觉得我洗澡的时候会很常会想些事情 然后自己有很多idea是在洗澡的时候想到了 所以在洗澡的时候听podcast 其实我觉得就是 那个时候好像你身体在洗净 但是你刚好心灵 就是可以让他稍微听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还蛮搭的 所以我会觉得那时间点听还不错 但当然就是大家通勤听我也觉得很好 我觉得好像就是可能例如说洗澡的时候 我觉得听了podcast就好像就是 有人在陪你洗澡那种感觉吧 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但是 就是好像不会那么无聊 可是有时候觉得说 You know you gotta You have to be present 就是你要洗澡 你该洗澡就是要洗澡 不要听那个 要好好享受一下 不知道欸就是 反正就是我现在觉得洗澡听podcast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乐趣 或听音乐也可以啦其实 对 而且其实podcast它有一个好处是 就是像我们平常看影片或是看文章 其实就是有很多尤其是影片就是你又听又看 然后有时候其实滑手机你会对其他东西会干扰 但是podcast它就是一个就是你好像就是耳朵就是去听它 所以其实你反而会听到比较多information 比较学到比较多东西会比video或是看东西还要更专注 所以我觉得那个每一届是一直我们都还蛮想要试试看的 我觉得好像最常听大概就是运动啊通勤或是 对对对之前在 骑车的时候 对骑车或是健身房所以会听 对然后这边有安全就是忠告就是耳机最好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不要只有听音乐或podcast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都是在安全的河滨 我们在马路上比较不会就是做这些危险的事情这样子 对那像podcast你都会听哪一类的podcast 好像大部分都是一些可能会访问一些就是像我蛮常听那个Tim Ferriss的podcast嘛 他其实就有访问很多像呃成功的知名的可能创业的人啊 或是甚至演员我就觉得那个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一些可能搞笑的一些好像蛮多脱口秀主持人 台湾的台湾你好比较常听对不对 对我比较比较常听 嗯嗯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吧 嗯对那那是不是英文不是很好的 就没办法像你这样都听 因为他没有字幕 就是为什么要有中文的podcast是这样啊 对听中文的 那为什么好像台湾比较少人在听podcast这种东西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耶 但是我觉得好像最近比较多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我我自己开始听大概是二我记得那时候我买第一台ipod nano 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耶如果各位没听过就是代表你可能太年轻了 就是ipod nano那时候是一条很细很长的 然后我那时候是买黑色的 然后那时候还用下载就是他没有就是三局四局五局网路这样子 就是呃那时候通勤去上班上课就是我会就是会听那个podcast这样子 差不多2006喔所以这东西至少在国外已经就是流行好十几年好一阵子了 可是台湾始终就是没有台湾广播很流行 但是podcast我不知道耶会不会是因为像这种比较自媒体啊什么 倒是这几年才比较流行起来 或者可能是设备也是有点关系 也许之前的录音设备没有那么的普遍 所以大家就是很难去做这个媒体 因为写东西是大家很方便就是笔电打开就可以写了 嗯我不知道耶就是会不会也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然后器材是一个 那会不会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podcast没有中文吗 podcast这个词汇中文到底是什么 广播或是有人说叫播客或是 其实其实我觉得podcast是一个很fancy的名字啊 因为ipod所以他们说podcast 那broadcast是一般的 OK这边还可以顺便教英文 那broadcast就是英文 但是podcast就是ipod听broadcast嘛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你需要多一个做一个下载动作 所以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这个习惯 那的确就是也的确比较没有中文的内容 所以这几年台湾一直没有流行 但是这几年像 是不是最近比较红就像什么科技导渡啊 或者说像那个mario他的podcast都还蛮多人在听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那那是为什么突然在这个你听那么久 突然在这个时间点你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突然开始哦 其实我觉得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聊主题嘛 对就是关于开始这件事情 我在写这个笔记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就是为什么我需要花一 以这个一集的这个节目来讲说开始这件事情 因为不就是开始就好了吗 但是好像没有这么容易 就是说好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好了 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心理的障碍 那你问我说为什么现在要开始 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答案 可能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它要开始 就是你可能已经走了很久的路 可能是因为器材刚好到位了 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 你自己有这个信心要出来做这件事情 它随到取成自然就会开始嘛 所以你觉得像像我们也常跟别人讲 就是你觉得你有那种准备好 有准备好那个moment存在吗 我觉得需要有某些准备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自己比较常的做法 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80% rule嘛 就是我们准备好到差不多八成就可以 踏出去开始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准备好的一天 然后你就是需要开始做那件事情 来知道说你需要什么 或是会面对什么问题 或是到底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什么 maybe你不适合做 maybe你做的比你想象中还要好 我觉得都有可能 但是一切都是需要你踏出去做第一步才知道 那你会害怕吗 像我比如说我们在讨论 就是要尝试Podcast这个的时候 我就是会有一些害怕的点 比如说我觉得这东西 我想要把它取个名字 我一定要有个节目名称 我才觉得好像比较安心 可是就是好像每次在尝试的时候 都会害怕一些东西 你会害怕 对好所以各位听众这个幕后 就可以跟各位讲 我们为了这个东西 我们真的不知道想了多久了 其实我们虽然在讲开始的事情 然后像Iris他的想法就是说 我一定要有一个title 我才有办法开始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就是不要有title 因为光这个title 我们就不知道说讨论多久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名称 其实也想了一整个下午这样子 不止一个下午 我觉得想很久了 想很久 不止一个下午 对啊 一个下午不够不够那个艰难 对啊 反正就是讨论很久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 我觉得卡在你希望它太完美吧 像我觉得我常跟那个朋友分享的一句话 就是那个LinkedIn的那个founder Reed Hoffman讲 他就讲说 如果你送出去的第一个东西 的第一个版本 你没有觉得有一点丢脸 代表你太晚送出了 反过来说就是 你送一个东西出去的时候 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尝试 通常都会有一点点丢脸 那我觉得这个丢脸的意思不是说 阿帮我就来随便好了 我觉得是 他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完整 或是完美 但是他足够去测试 或是让你尝试一下说 你做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什么 你需要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我觉得 好像 我觉得像 甚至像这一次这个podcast 我觉得我就是必须要 get something out there 丢一个东西出去 那种感觉 要不然 真的 他就是一个永远藏在我脑袋 某处说 有一天 我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老扣扣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就 我还没有做podcast 然后就是还不如就是 你看我宁愿失败 我也不要就是每天想说 if what if 如果我没有 我做这件事情的感觉 会是什么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如果有卡住的东西 像比如说我们因为名称卡住 所以就是 只要那个卡住的东西 就是试着把那个卡住的东西拿掉 然后 用其他方式去试试看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 所以在过程中你会 除了卡住这个地方之外 你会有其他 就是比如说担心的事情 比如说会觉得别人 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 对 因为这东西其实很多人做过了 就是 对 你看这么多 你说国外 虽然说我们如果是中文 可是其实中文也是有 很多人做过 问你嘛 这问题问你好 现在都是问我 好 就是 你看这么多人做得这么好 国外 台湾 why you 为什么你要做 因为他们那些也是从一开始 就我觉得没有一个领域 是完全没有人做过的 那那些人也是从一个领域 是可能他也看到其他人做 觉得说这可能 他自己可以试试看 所以他也从那样子的方式 开始做 然后慢慢做中间 找到他的 他的他的niche 找到他的方向 所以也许 现在即便我们在尝试 我们不知道说 我们跟那些人 不一样地方在哪 可是慢慢做 我觉得会有一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 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 我说 如果 我觉得我也常掉入这个陷阱 哦 什么谁谁谁 已经做得很好 那你不要做了吧你 对啊 就是没有 就是 我觉得那个 那个心魔一定会在 可是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会是说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他们当初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像我常做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 我这个 这个blogger 这个谁 已经很多的follower了 我们来 把手移到右边 然后慢慢的往下滚 看他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什么样子 没有什么人嘛 一定是没有什么人 因为大家都是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超级不起眼的状态 对 那你跟现在的他比 你要怎么跟他比 对他做这么久了 OK 他 他 deserve 就是这样子的success 那你才刚开始嘛 对 那你要其他什么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很常 就是例如说 我觉得那个谁谁谁 已经做得好 那你看一下他刚开始 是什么样子 对因为我们的确有去翻 就是Tim Ferriss的第一集 的podcast拿出来听嘛 其实他也是 跟他一个很熟的朋友 访问 然后他朋友说 所以你到底要问我什么 完全就是 完全有概念 我记得好像还喝啤酒之类的 对因为他说他需要一点酒 我已经差不多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 OK 所以说代表我说 真的就是 每个 即便现在做得很好的 或是 就是每个他们的第一步 其实都是 就是一个 不是那么的完美的一步 但是就需要跨出那一步 你才有后面 对而且我觉得像 把这些就是 像 我还蛮喜欢那个成长过程吧 像我们现在这样 我也觉得说 可能将来 我不知道如果我们 继续做下去的话 就是之后可能回来听 也会觉得说 烂爆 超级没有组织 但是 因为你 你之所以觉得你烂爆 有点成长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 成长过程 然后有点丢脸 到慢慢的对自己 比较有新鲜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不只是Podcast 就是很多东西 都是这种感觉 我还蛮享受那个 丢脸到自信的感觉 对 所以听到这边 如果刚好 有人是 那个 那种 很像时光旅行 如果是有人 是后来回来 听我们这一集的 你现在想做事 就赶快去做吧 好 所以这样 希望有鼓励到你 好 OK 你觉得 你觉得你对于 丢脸这件事情的想法 是什么 就是你怕丢脸吗 我觉得关于丢脸那件事情 会 会让我回想到 就是第一次开始 慢慢要上台讲话的时候 我发现 我面对丢脸的方式 就是我 我需要 有准备 我需要可能真的 没办法 充分准备 可是我需要至少 有部分的准备 让我有一点点的信心 我才会去 然后 然后用那点点信心 然后慢慢去 build 这好像有成功 然后再下次 就慢慢去build 那个信心 才会慢慢的养大 不然其实如果完全没有准备上台 我觉得那真的是会很害怕丢脸的 对 我自己觉得 虽然说 我们因为常常必须要上台干嘛 什么 已经 脸皮已经超级厚了 有点厚了 没有到超级厚 就是 需要有一点厚嘛 就是 你如果要做新的事情 就是 真的一定会有一点点丢脸 然后 然后会 你会觉得说 好尴尬啊 这样子 那是 那是必然的 因为你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嘛 你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别人也不知道你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 我 像我 我第一次贴什么 我第一次分享我弹吉他影片 我觉得超丢脸的 即便我大学 就是大学时代都在弹吉他 我后来 多年后 再分享 Facebook上 我弹吉他 我也觉得超丢脸的啊 可是你没有丢那个第一次脸 你之后要怎么样 跟这个世界宣告说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像我做这个podcast 我也觉得很丢脸啊 我也觉得说 万一有人觉得我声音很奇怪 怎么办 对不对 我觉得我鼻音很重啊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要做这个podcast 会有人觉得你声音很sexy啊 那 那 谢谢他 你觉得真好 没有 对 就是 就是那个 我觉得就是要 让他丢脸 就是你要面对那个丢脸的 第一次 你才会有第二次 而且做完一次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嗯 没有差那么多 对 我觉得那个勇气 真的是需要去 把他养大 像我就印象蛮深刻 之前就是去参加一个活动 也是 就是在网络上找到 然后他就是在 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酒吧 然后 那个酒吧 他办了一个 就是其实是给外国人一个活动 然后他就是 就是 那种叫国外叫做 就是open mic 就是 他 他是脱口秀嘛 对 他是脱口秀 上海讲笑话那一种 上海讲笑话 然后 然后每个人 就是五分钟 然后你可以现场报名 或是你本来就想参加 然后提早报名都可以 然后 你就是会发现就是 上面 上去讲 其实有些外国人讲话 真的不好笑 或是真的很冷 或是真的很冷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勇气 上去讲 然后 到后来你真的会觉得说 你都会想要去试试看说 what if我上去讲会怎么样 就是 那种是把自己 真的就是 完全 真的有点像是 不害怕丢脸 然后 放上台上去 那种 我觉得那个勇气 是真的是 蛮可贵的 其实我觉得讲到 丢脸这件事情啊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是非常珍贵 就是这一种 初心 就是一开始的心 初始的这个心 就是 很多时候像我们这种 可能就是 你完全对这个东西 一点都不专业 像 像 我们是专业拍片的好了 可是 像我们看到学生 他们拍的影片 说真的专业吗 一点都不专业 可是 因为他们 这种 很愿意尝试 然后 没有受那种 专业的包袱 去做出来的东西 反而我觉得 会让我们这种 所谓的专家 或是专业的人 会觉得是 那是很令人感动的 所以 我想讲的是说 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丢脸 或是你完全不懂这东西 别人 甚至很专业的人 可能会看到 会觉得说 他被你的这种初心 或是这种尝试的心 去感动到 或是说 别人 他不敢去 尝试他自己 或是去表现他自己 看到你在表现的时候 他也会跟着 会被感动到 跟 愿意好像多尝试一些东西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都是 你会觉得很丢脸 可是别人也许觉得 是很激励他的东西 那 那 还有什么 你觉得想要聊 关于开始的吗 呃 你觉得要怎么样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呢 哦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成功 或是对万一这种 得失心不要太重 我觉得 如果你是知道 自己在做尝试 就是 他可能真的会有失败的一个 机会的话 我觉得就是 就是把那个得失心 就是要让 接受说即便他失败 那个结果你是可以接受的 嗯 OK 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 好像没有回答得很好 呃 那 要不然 要不然你 你是怎么样 怎么样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就测试一下吧 我觉得如果你测试一下 就不要要求完美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要 没有什么 人生没有什么一定要 要怎么样 我觉得有这个mindset之后 我觉得 不是说随便 但是不要这么执着吧 我觉得 突然变得很 spiritual zen zen 好 OK 然后我觉得最后 最后我觉得我也想要补充说 开始之后啊 怎么样维持 对对对 这很重要 怎么样维持 哦 我 我2019 我又在运动 我还减肥 就抱了一整年的那个教练之后 教练班之后 再也没有去过了 对 就是就是那个 这个事情大家都做过嘛 就抱了健身房之后 就再也没有维持 对 我们现在两个人都举手了 大家看不到 但是对 就是就是 yes it's us 对 没有啦 就是我觉得维持的关键 就是你不能用硬均的 我觉得你是要找个方式 让这个东西做起来是顺畅 简单 有趣的 像学语言那样子嘛 对不对 你要是硬背那个单字啊什么 或是硬背那个公司 你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维持久 可是如果这东西是有趣好玩的 那我觉得自然而然 就会做比较久这样子 所以就是 把它维持 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我觉得 把它变成一个你会 就是 你要让他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不会很痛苦 不会说 哦我要 真的要走很远去健身房 如果说那件事情 真的是你家楼下 脚踏车出去就开始运动 那真的就是 很比较简单 一开始 就是你要先练 练那个习惯起来 嗯对 好 OK我觉得 呃我们本来预设可能讲 就是五到十分钟就讲了 快二十分钟 不好意思听 大家就是要听我们这样 可能有人要 因为我们这样洗二十分钟的澡 对吗 真的对不起 他本来洗五分钟 还洗二十分钟的澡 外面也都在吹 快点 对 OK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